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Coding宣传,我是阿克 大家好,今天是我们到了第44讲 我们要给大家来讲解一下XML的一个解析 XML是有人家我们之前不讲过吗? 我觉得有两种方式 难道这边安卓还有点什么神器? 对,确实我们在基础阶段已经讲过XML的解析 包括Sax跟Done这两种机制的一个解析方式 确实在安卓当中我们又有另外一种解析的API的方式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安卓当中可能用的会更多一些 那么先了解一下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 XML解析的两种机制 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讲解一下 在安卓当中使用的非常多的一种叫Pool的一种解析 这个叫Pool 那它究竟跟我们Sax跟Done有哪些区别 是吧 还有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器 是吧 我们一会儿再试试以待 我们先看一下 回顾一下两种解析的机制 这个应该说大家还是要非常的清楚 刚才阿科也说到了 也能想起来 XML是一种常用的存储数据的一种方式 那安卓平台内部也很多地方使用XML方式来存储 比如说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Cell Perfilance 是不是 它就是使用一个XML文件的方式来进行存储我们的一个数据的 好 那么既然有这个 你看还有就是安卓当中我们的很多配置文件 你看看吧 对 那个类似的类似的那些东西对不对 还有这个清单文件是不是都是XML文件 对吧 对 都是XML文件的方式来进行配置的 所以XML文件呢 我们在解析的时候 解析的时候呢 我们在基础阶段呢 讲过一个叫Stacks Stacks这个这个Sax对吧 这样一个解析 跟Done的一个解析 Done的解析 两种不同的这个机制 好像是有什么这个崩了 崩了 异动 那么在安卓当中呢 它还附带一个叫做Pool的一个解析器 来写解析的XML的一个文件 这个Pool是跟这两个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我们看一下 先回顾一下这个 所以我们在常规的PC上开发的话 我们说使用Done相对轻松一些 对吧 它是一种把完全把所有的这个XML的数据 直接先读到内存里面去 对吧 读到内存里面 然后再继续进行解析 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一次性把所有的整个文件读到内存里面 所以它可能相对来说要占内存 对 占了很多 占内存要大一点 是吧 是这样的 然后但是它解析速度很灵活 解析的速度也很快 这个也很灵活 因为你在内存当中 你就可以任意读取任何节点 是吧 跳的读也行 来去读取也是可以的 那么Stacks这种方式呢 是一行一行的读 就读一行到内存里面 然后解析读一行内存 所以它只能是什么 顺序读取 它不能跳 不能跳 一行一行往下读 它这种呢 好处就是它 不在内存 不在内存是吧 因为读一行嘛 它不是一个门大 非常小 非常小是吧 在内存非常小 所以这种是单向的 优点是不在内容内存中间 解析属性呢 也很方便 对吧 但缺点呢 就是嵌套多个分支的时候 处理的不是特别方便 对吧 而且呢 它还不够灵活 不够灵活就是 它不能任意读取任何节点 对吧 是这样的 OK 这个是 这里面是两个的一个区别 Appool呢 就是我们会常常用在 这个移动设备上 对于节点处理呢 会比较好 它的机制呢 是类似于这种 Sex的这种机制 也是逐行读取 感觉也只能用这种方式 毕竟内存跟电脑是什么 没法比是吧 我们说电脑 你说这个服务器端 你说不够内存 不够能加呗 加服务器是吧 加内存 但是在手机上就不一样 手机内存是固定的 你也不能让用户去加内存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是 所以我们在这个移动设备上 一般就是使用Sex这种机制 这种逐行读取的这种机制来读取 那Pool呢 跟Sex呢 是类似的 类似 内置的一个叫Pool解析器 来解析X码文件 Pool解析器的运行方式呢 跟Sex的类似 提供类似的事件 比如说 开始元素和结束元素事件 那么可以使用那个Next 进入下一个元素 出发相应的事件 这是它相关的方法 事件作为这个数值的方式被发送 所以 我们在Sex的时候呢 解析的时候 大家是 解析的时候 它是通过回掉那个方法 对吧 通过回掉某一个方法 比如说 On什么Document Element 是吧 EndElement 这个调用出发不同的方法 你回忆一下 是不是这样的 而Pool呢 它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事件 用数值的代码被发送过来 Next 返回一个事件类型 然后通过这个类型 你去判断 Switch是吧 先判断这个事件类型 是哪个值 比如01234 它这么来判断呢 它就不是回掉方法 OK 然后你可以通过NextTest 获取下一个元素的一个值 对吧 那它怎么样来实现这个Pool呢 我们来看 来看啊 AndroidMT用了这个叫XMLPool的解析器 首先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Pool解析器 用XML这个工具类 里面一个NewPoolParser 这就是获取一个XML的一个Pool的一个解析器 是吧 对 解析器 然后呢 你要传入一个文件流 传入一个文件流 一个in 然后这是一个编码 是吧 就是根据一个文件的编码来了 然后呢 它读取到XML以后 它返回一个叫event type 就是事件类型 对 是吧 我们刚才说了 0 1 2 3 4 我们就 5个 是吧 5个类型 0代表呢 我要开始读文档了 你要有什么准备 1代表我结束读了 读文档了 是吧 2代表我开始读那个 开始标签了 这是 标签结束 结束标签了 是吧 结束标签有个带杠了 是吧 然后4就代表你读的那个什么 读文本 就你读那个文本内容是吧 读文本内容 OK 这么来去读取 好吧 好的 那我们这个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演示 做一个演示 XML Pro的一个解析 那我们呢 这样 我们用一个按钮一点 然后把它解析出来 好吧 解析出来 那我们先把这个Hello World先干掉 叫Button过来 到这儿 这个是 xml poo 这个解析 xml poo解析 到这儿 我们一个on click pull click pull click 这个p我们大写 OK 然后我们回到这 代码这边 这个我把它先 就不要了去掉啊 然后呢pull 一个方法对吧 view 然后 这是我们这个 使用 pull 解析 X1文件是吧 好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XML文件 要创建 对吧 必须要有一个XML文件 那我看一下我这儿啊 我这个文档里边 我看一下有没有相应的XML文件 在这个地方 文稿里面有没有 这里面有是吧 没有XML文件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自己新建一个吧 好的 好吧 我们新建一个XML文件 那在XML文件 你放哪儿啊 那就是你 你随意了吧 你随意 你看我们一个XML文件 它的格式 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这个 呃人 是吧 嗯 叫person 可以吧 对 一个XML文件的一个一个节点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能是有一个叫 呃结束的标签 是吧 嗯结束标签 然后person里面呢 可能会有一个叫做 我们说人的这个 呃 person id 可以吧 嗯可以 person id 这是一个 嗯 周串 是吧 周串 比如说我叫这个 呃 你这个id一般怎么写啊 比如说我就叫 1 可以吗 可以叫1 然后里面呢 你可能存储的是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名称 可以吧 嗯 这是他名称 比如说名称叫谁呢 叫 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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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阿科有这个 年龄 国籍什么的 年龄 是吧 对 下一个文件 年龄呢 我们叫比如说这个是 其实我今年才18岁 永远18岁 是吧 哈哈哈 ok 然后呢 还有比如说他的你的这个 国籍 性别是吧 性别 啊 性别 你不写谁知道啊 是不是 谁知道你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 啊 男还是女还是不男不女是吧 这个是比如说男 好 还有什么 还有比如说来一个 嗯 联系电话 好吧 啊 叫跳 这样的 对吧 电话 这个 138 对吧 这个 什么 这个 就这样 哈哈 五六二七 是吧 九五二七 好吧 九五二七 四四四 三 随便写啊 随便的 这不是真实的啊 你可以拨打一下 对不对 这是一个人的一个信息 对不对 那如果是有多个人的信息呢 怎么办 你知道吧 还再来一个 对对吧 改成二 对吧 改成二 然后这边呢 名字再改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 威哥是吧 嗯 威哥也永远是 是吧 年轻男 然后这边 随便改一个字 三三 四 是吧 好 这两个呢 你看两个节点 那我们需要 可能需要还有一个是 是什么 根节点的嘛 嗯 就肯定需要有一个 有一个根节点才可以的啊 有根节点 因为这两个是纸节点 对吧 两个是纸节点 好我们再来一个根节点 这根节点我们叫 叫什么名 叫Person 叫人 叫什么 Person 嗯 名字叫 我们就叫做 Person 这个学生 是吧 我们不能叫学生 我们叫 叫 Coding Coding 是吧 可以 Coding 我本来叫 叫做这个 people 是吧 准备文 是不是 Coding 比如说我的这个根节点 是Coding 是Coding 两个人都是Coding 是吧 OK 好 这样一个 xml一个文件 是吧 一个文件 我们就写完了 写完了 然后我们给它怎么样 保存一下 就保存一下 保存成这个 比如桌面 这个叫什么 存储为 这个 Person.sml 是吧 对 Person.sml 存储 使用sml 这个格式 OK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 把这个文件复制 到哪里来 到我们的这个程序里来的吧 比如说我要测试了啊 我要测试的话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 这个文件里面来 比如说我就放这 OK 可以吧 就xml文件配置啊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写的时候 你看啊 这是这是中文的 还是英文的 这不能是是中文的 不能是中文的 这个符号好像有点问题 是吧 符号还必须是英文的符号 对 符号必须是英文符号 我们刚才看到了 是吧 OK 没了吧 嗯 这个是名称是吧 没有 这个名字是五草贝 OK 好完成以后呢 我们现在要开始解析这个文件 是不是 解析这个文件 那我就在这里面来写了 这个叫做 嗯 parser 我们就写一个parser 我们就写一个parser 一个方法 嗯 OK parser方法 我们创建一个方法啊 好 在这儿来实现这个解析 那首先呢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啊 我们需要把这个文件啊 读进来 首先要先创建 创建一个什么 这个 嗯 pul解析器是吧 解析器 怎么来东西啊 我们说 xml xml 里面 它是一个工具类是吧 里面是new一个什么 pul parser pul parser 对 是吧 嗯 那就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值 就是一个叫 sml pul parser parser 对 pul parser 这是创建出这个解析器了 然后通过这个解析器 你还得用sit 它的这个什么 sit的这个input 是不是 sit input sit input里面是一个input3 或者是一个reader 是吧 或者是一个reader 就读文件的一个文件名称 读文件名称 那我这获取这个文件名称的话 怎么能去拿到这个person的文件名称呢 文件名称 实际上你可以把它 我们为了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放到哪里去啊 你可以建一个目录 叫iw原生文件 是吧 还记得吧 然后把这个文件呢 我把它放在哪里啊 把它挪到这个iw里面来 是吧 粘过来 我把它放在这儿 是吧 然后这个文件呢 我就不要了啊 把它删掉 这文件删掉 那在这儿 那我就读取的时候呢 那当然你也可以别人传给你的一个字幕串 是吧 对也可以 如果别人给你传一个字幕串 的话 你就直接给他 拥出一个实际reader就行了啊 实际reader 比如说你可以用一个 实际reader 我给你写一下啊 这个叫 这是一个reader 是吧 sr 拥一个实际 如果给你传一个字幕串的话 你可以根据一个某一个什么 一个字幕串 然后创建一个实际reader 这是一个方法 对吧 那咱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呀 用的是get 这个 resource.open iw resource 是不是 这是r.id 点 什么 不是id啊 是iw.person 是不是 我们得到的就是一个这个 input 实际 是吧 然后把这个in 我们给他 传进来 啊 如果他有编码的话呢 你就再写上一个这个encoding这个编码就可以了 这里面需要在 需要有一个编码 比如说UTF-8 对吧 UTF-8 然后呢 这边是我们要添加一个try 这是设置设置设置你这个这个你要解析的这个文件流 是不是 对 设置这个要解析的文件流 好 这个完事以后呢 我们就再看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pro.get 什么event type 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叫做event type 嗯 事件类型是吧 对 这是 获取 这个啊 当前的事件类型 是什么叫当前的事件类型呢 我们刚才看到的PPT里面 你获取到就可以返回01234 那就你看现在获取肯定是返回的是什么 0 是吧 因为刚开始解析是吧 star document 对 然后在next 他就一次的进行下一个对吧 对一个一个来 对一个一个来 那就根据你这个exam文件来 那就next 就是读到开始标签是吧 嗯 这就是开始标签 然后这也是开始标签 对吧 这是结束标签 然后这是那个文本 是不是 正好就有这么几个部分来去组成的 OK 那能得到这个以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呢 可以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事件类型啊 事件类型 比如说 我一个vile 循环是吧 一个vile循环 那么如果是event type 不等于什么 不等于这个 xml parser 的 注意啊 这个叫做 end document 当end document 这个课本呢 是不是文档解析结束了 是到最后一会儿了 是吧 不等于结束我就循环嘛 相当于是里面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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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一个循环 对吧 一个循环 好 那么在这里里边里边的话呢 你每次循环完以后你就要event 我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要等于这个 prop 点 这个 next next就是得到下一个这个事件类型 是吧 下一个先你必须得next 你不next的话 你这个这个就不往下走 是吧 不往下走肯定是是不行的 这是 啊 获取 获取下一个是吧 这个事件类型 一个一个类型一个类型的去去匹配吗 是吧 对去匹配 好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你怎么去做这个判断呢 怎么去做这个判断 我们来看一下 你可以根据一个switch 然后去判断它这个类型 是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类型 是吧 对对 switch 我这边加一个switch event type case 是吧 如果是这个我们说的开始标记是吗 如果是等于开始标记的话 那么就xmlprop xml 这个propaster点什么 这个star tack 如果是读到了开始标记是吧 这就 表示啊 不乐一个 读到开始标记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读取里面的内容啊 嗯 你看我们读取内容最终 我们是要是不是要生成这个 把这个里面的 阿柯18 男子 电话碼都拿出来 对 形成两个人 两个人的信息是吗 嗯 所以我们这可能还差一个啊 刚才忘了写了 还差一个这个我们的这个 person什么 类是吧 嗯 差一个person类 这person类里边啊 有这个属性 我就不封装了 直接写了 有这个id是吗 对 id id是什么类型的 int类型 是吧 int 这个叫personid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名字 租串是吧 嗯 名字租串 还有还有吗 还有一个是这个 嗯 刚才我们写的是性别 性别 性别 性别也是租串是吧 对 租串 然后还有年龄是吧 对 年龄 还有一个是 呃电话号码 对 对不对 好 那get set我就没有写了 是吧 get set没有写 没有写的话呢 这个里边我们看怎么来写啊 你在这儿你就要去创建你的相应的这个类型了 我这个allay list 嗯 我存什么呢 是不是存这个person了 对不对 存person 然后这边是一个list 另一个这个allaylist 是吧 allaylist 这时候最终我要把两个这个人的信息存在这个list的列表里面去 对 好 那么下面这个呢 就是你需要我先给他声明一个person啊 嗯 声明一个person等于空 如果读到开始标记 开始标记 并且这个那就我就获取是开启标记的这个名称 是吧 是吧 pull.get name 这就是获取他的那个名称 那个名称的意思啊 得到这个名称这个就是变一个标记名了 对吧 嗯标记名称 那如果这个标记名称还得再判断 标记名称是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person的话 是吧 eco type 对不对 对我们这个名称啊在这儿如果是calling call 还需要这个解析吗 不需要因为他里面没有什么数据是吧 person里面是不是有一个personID啊 对 然后里面还有数据是吧 还是有数据的 好如果是等于person的话 那我这个p就要等于new一个什么person 并且person的personID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读他当前标签的那个属性是吧 对不对 pull.get get 你看attribute 是不是这个attribute value 就是属性的值拿属性值是吧 对不对 这是可以通过这个所以01234这样发生 也可以通过这个标签名是吧 也可以通过标签名字 那第一个命名空间我们是没有 是不是没有 然后属性的名称呢 我们这里就是就是什么呀 属性的名称 这里就是叫做personID 对吧 叫personID 等于这个值 是GIN 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命名空间空 然后取一个支付串是吧 对 取一个支付串 然后呢我们把它拿过来 返回 返回的值是 点 返回的值是一个 呃 支付串类型是吧 对 它是一个支付串类型 所以呢我们还需要把它做一个强制转换是吧 int 点 r 这个 pass in 然后把它放进去 嗯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就是pool 点 get value 是吧 对 这边第一个是空的 就没有命名空间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personID了 对吧 对 这样的话我就把这个ID值给取到了 取到值 然后并且放到这个对象里面去了 对吧 好的 我们就先写到这吧 是吧 这一小节 下一节我们继续给大家编写 OK